10年前,在澳洲毕业后回到马来西亚 机缘巧合,看到Alive的招聘广告 就从此开启了他和Alive的蜕变旅程 加入了Alive企业,带领超过80位Alive企业的团队成员,备受尊重 其实他从小好胜好强,也一直不被看好,不被重视,自信心严重受创 一路走来,一直面对着多重波折,导致他面对着世界或自己,都心存很多的怨言与不满 这颗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石头,却在郑老师的眼里是一颗闪闪发亮,还未被发掘的钻石 从遇到了郑老师那一刻起,他的心有一把声音让他留下来 心也跟着安定下来,才发现真正的人生原来是另一回事 他总是以别人为先,被公认为在各个方面都有过人能力的领导人 却又不失尚解人意的温暖天使 多年来,他凭着自己的实力、毅力和信念 协助了很多人找到自己,也因此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如今的他,受到了父母的认可 妹妹们的榜样,同伴们的尊重,朋友们的爱戴 可说是全人文教育最具代表性的见证 与Alive共同创造过很多的高峰 也一同走过无数的风风雨雨 他不能没有Alive,Alive也不能没有他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Alive的执行总监Rachel老师吧 他改变了我的生命 也因此让我发现到很多很多对有人性 尤其是对人和有人性这一方面 很多人都不知道 可是很需要,很需要,很需要去探讨跟认识的 很多很多的知识层面 它是企业,它也是学校 它更多代表着的是人应该要如何对待自己的生命 还有身边的人 所以对我来说Alive它应该太过太过程度了 在我营修的过程里面 因为我觉得我重新对我自己 我身边的人 我最爱的人,爱我的人 还有更加多的是其他一些可能我不认识的人 有了一个全新的价值观 它是我生命里面的一盏目 所以任何时候我需要长到光源的时候 我只是需要想起它 或是想起老师所教过的一些知识跟智慧 我就觉得充满充满的阳光 我的生命自从运见的Alive 跟老师根本是180度的转变 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我 或者我以前以为的我了 所以当我发现我变了 还是我改变了 还是我改善了 我调整了 我生命里面的其他的东西 也随之也改变了 嗯,这个是我最想要说的 因为这一群斜杠导师团队呢 都是一群 我可以说是疯子吗 为什么你们那么疯的 我还以为是我一个人疯 所以这群导师们呢 都是一群全方位的人才 他们本身也是对 全人文的这个信念和教育里面 有非常深的这个信念 所以可以跟着这群斜杠导师 斜杠导师团队学习呢 我觉得是一种很 是一种福气吧 因为他们都是一群很有爱心的人 而且很愿意交 最重要是他们很愿意交 然后这个是 不是所有的老师都是这样的哦 所以我真的是很愿意他们为傲 我相信马来西亚 尤其是马来西亚 有很多很多的人 很想要为这个社会 做出很多的改变 可是没有拼牌 跟没有机会 所以全人文教育呢 其实就是给予这一些 很有梦想的人 一个机会 值得一个归零的心态 一个归零的心态 一种享受生活的一种心态来学习 因为很多人对学习 可能有那种心态就是压力啊 还是好像是一件被逼的事情 可是当你把学习重新定位 它是为了你自己和你身边的人 一个很重大的功课的时候 其实是很享受的 你会像我们这样 我们是工作于生活 生活于工作 根本是方不清楚 你只是每一刻 都是那么的享受 要留一件事 你会看到 나会看到